作词 李宗盛 尊敬的 这位大的同修 尊敬的 筹办人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昨天晚上 我看到 我们 听众席当中 有一位老菩萨 是我上个月 来到 马哈拉里 静宗学会 和大家 共同学习的时候 所结缘的 一位 菩萨 他呢 华文听不懂 可是 却发心 来听讲 令我非常的感动 所以呢 在这里呢 也请大家容许我 用一点点时间 为这位老菩萨 用福建话 来讲几句话 同时呢 也 简单的 用福建话 来 来 大家 说明一下 我和这位老菩萨 的一段 姻缘 这个老菩萨 他是 顶古位 我来 马哈拉里 静宗学会 来这里 和大家 共同学习的时候 的 食材 那么 这个老菩萨 他 很厉害教育 兼孙子 他们家的人 差不多有 二十几个人 二三十个人 都在学会 在供修 所以 只有他们这位兼孙子 起来 怕要脚膜 可以说全天 为他们开一班 供修的时间 那么他们这儿 怕孙子 可以发心 来供修 当然 都很有性格 但是呢 偏偏 这位老菩萨 他对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佛佛 有五次 所以呢 虽然 他也是 很敬禁散步 也是 很 欢喜 这位兼孙子 来 这个 佛佛 共修 但是呢 他自己 竟然 不敢念这句佛佛 这种 这种的 惊 是真正 为生活来的惊 因为呢 老菩萨 一直都 认为 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是 梦者 家里有人 要 翁生 家里有死人 这种感觉 印象 这种感觉这是真无欺准的 如果说听着这句佛佛 还是念这句佛佛 就会去连想到这方面的事情 像人家在家准备要 所以 就差不多要办送俗了 感觉起来好像是 希望说可以尽量 劈勉最好 听说 也是很多老菩萨 都有这种的五次 那么福格在呢 他们这儿的孙子 大家都很乖 很友好 所以这次呢 等我来这个 我们麻婆家 给大家结合圆的时候 他们就真拥敬 来勒劝 请我呢 担这个机会 跟这位老菩萨解释 我也没想到说 这位老菩萨 这么多有圣经 普通时 怕都不敢念嘛 结果呢 我等他给他 说一句话而已 他就完全可以了解 完全可以 这个专辩过来 好我跟他说 南无阿弥陀佛 他的意思 南无就是 全伊拉 我可 我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意思呢 就是无量的共鸣 无量的地匪 无量的寿命 这尊佛 我们全伊这个 有无量的地匪 无量的寿命 这尊佛 这是非常极限的 可以让我们的处来平安 处处呢 可以 专专法处 所以我就把他抠垢 我说 后来 你看到人了 你就要跟他合奏 跟他南无阿弥陀佛 跟他祝福一下 你千万不要跟他动作说 这是好像 是翁生的人 在专门的这个青年 这句佛合 当时我跟他说而已而已 现状我也听他 在我的面前 念一遍让我听 我是条件叫他随念 让他由这个心肝来 随转过来 这现状在训练很有效 因为很久以来 你如果说有一种印象的五次 这你如果要靠自己转 有时候也很困难 最好就是说 当我们在了解这个意思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 实践 马上 下去做 如果这样呢 我们这个公得 董哈 这个体会就很牵手 所以应该是 这个原因 是 衰公 老婆陀佛当时呢 听了之后 又加上他的圣经 我也没想到他说 哇 还有价人啊好 等他没多久呢 差不多再过一两天 他那样 又发心 又来学回家 又要共争 要共用师傅 而且呢 又跟他的这个 警察 这些警察 有的还没学乎的 不然整个 都叫他们一起来结缘 哦 这 很厉害 又马上会效果重生 你看 不但呢 自己发心 接受 而且呢 马上呢 可以奏这个 修行的利益 想近的就是说 为我们这 身边的这个 亲家朋友 先给他们影响 好的东西 当然是要给大家分享啊 年后呢 到过不几天后 最后的一天的时候 就很多人都发心 全意 也没有人修改 所以说这个老菩萨 他本身 他这个圣经 和他这个发心 也是很特地 我们学习 所以我们情脱法门啊 真的可以得到你利益 就是要想 这位老菩萨 这样的同样 听了 可以接受 而且 马上发心 主力 利他 这呢 才是真正 把这个道理 听进去 不是说听一听 这样心肝 也觉得不错啦 听到很安心 听一听 回来之后 就没记得了之后 再过一天 不但 没得到这个利益 利益 就三行种种的怀疑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发问 很不容易相信 一定是要生筋 浸浸 而且你听了 你就要随着 你如果说随着 你的体育就很浅 就像他 像他这样 竟然 已经是 对这句佛合五次浸浸 普通时的企业都不敢念 也能随着转过来 因为你如果随着 你有这个音听到之后 转过来随着 由这个心肝带 你就能接到 接受到 阿弥陀佛的价值 这些民民当中 都有这个力量在 所以我们听到 就要随着 做你就有感应 这就是说 我们 这个麻坡 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现前 这位老婆今天也有来 真的是很发心 发文听不懂 再来这里 重严得到 这就是 真的说 有得到这个 发的利益 也有心 买利益代重 来重严得到 你如果有心 真的就有这个行动 不是说 嘴唐唐唐的 这样就准备好 那这样呢 那个圆 因为说有只有没有 很怕算 将来对自己都没很大利益 这样这个福建卫我暂时说到这里因为 无声会练 我虽然是台湾人 不过 像我们这一代的这个 我还算年轻 我看起来好像算年轻 我这一代的 比较少 在输 说这个福建卫 所以说 今天就是 特别 为了 这个 高雷 这个老菩萨 他的心情 他就是在给我们做一个 很好的 奉用 这个模範 让我们来学习 我们念佛人就是要这样 真心真烈 有缘 我们就随非公敌 听了就马上做 这就是老实人 所以说 我们可以看出来 看得出来 他的这个 立场的这个力益 很大 过了一句话 我也没想到说 他会来听 他如果总可以在那家 好好念佛 这就很阿弥陀佛了 就很乖了 也没想到说 听不过 还会来重厌得到 所以我长子有看到 我就感觉 很感动 来鼓励一下 还有一个情况 我也想在这里稍微提一下 因为 我觉得我们念佛人 真正要得到 在生活当中 要能够得到 立竿见影 很快的 这个利益 很快的改变 我们首先 也要从自身的 这个 戒律开始 学习 虽然我们念佛人 强调的是 信愿行 可是 阴光大师讲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 得十分利益 那么这个沉浸 要从哪里 去落实呢 就是 慈戒 慈戒 这也就是 守规矩 那规矩那么多 要从哪里学起呢 最重要的 就是从我们 在共修的 这个当中 学起 基本的 规矩 要做到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共修 不管是 听经也好 念佛 也好 这个呢 都是帮助我们 得到法义 然后 能够 在生活当中 去落实 的一个很 关键的阶段 那么在这个阶段 如果你没有具备 正确的学习态度 也就是没有 真正的恭敬心 那你天天 听经文法 天天去 念佛共修 得到的利益 也很有限 那么这个规矩 很多 要从哪里做起 我就举我们 现在的例子 好 这个也是我 这一个多月以来啊 到过我们 这个马来西亚 好几个 金钟学会 这个普遍 看到的一个现象 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南洋的气候太好了 养成我们这种 很悠闲的 很慵懒的 这种生活习性 我发现哦 每次 要讲经之前 其实哦 同修确实都是 很认真在听讲 好 很欢喜 学法 可是呢 总是有一个现象 就是 三三来迟啊 好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有时候 八点钟开讲 陆陆续续 全部做定了 可能要到八点半了 还好没有 结束之前 来回向了 赶来回向了 反正也是捧场嘛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啊 这个恭敬心啊 或许是我们忽略 但是确实没有做到 除非说我们真的很忙碌 赶不急 那个绝对情有可原 你这么忙碌 又愿意发心 特地赶来学习 那这个精神 还特别值得赞叹 可是如果不是 我们这样很悠闲的 好像要去看电影一样 慢慢散步 这种心情来听法 其实啊 跟我们接收法意 能够跟法相应的那种 心情的那种节奏 是不相等的 听法最好是事先 提早个五分钟 十分钟 比如说我们七点半开讲 最好是七点二十分 或者是最慢二十五分钟 就做定 先培养情绪 先做好 要让这个法入心的 这种状态 那就是静坐念佛 默念佛号 过去啊 祖师大德 就连讲经说法 或者是世尊 他在讲经的时候 通常开讲之前 也要先入定啊 那因为我们现在讲 因为我们入不了定 所以干脆这一套就剩了 但是他的精神是怎么样 一定要在定当中 不管是讲的人 或者是听的人 都要先让心 住在一种很安定的状态 这个时候啊 讲的人容易有误触 灵感 本来这个 没有想到要讲的内容 突然之间涌现出来 听的人 也特别容易 开悟 如果你事先有做好 这个前行的准备工作 把你的这个 听法的心态 身心整个安住下来 那这样的 你在得到这个法义方面 肯定不一样 那这个其实不难做啊 只是我们平常啊 忽略掉 没有注意 那通常呢 学会呢 好像也没有特别的要求 我只有注意到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学会 他在那个公告栏上面 有特别写 好 这个八点开始讲座 那么四十五分钟之前 请入席 因为一方面呢 先让自己先心静下来 一方面 我们在前面开经济 顶礼 这个三称 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在场啦 对不对 这礼佛嘛 佛法身啊 我们都要恭敬啊 前面佛也不管他了 直接进来 听法 然后清静这个身保 好像有一点缺憾啊 不圆满啊 对不对 而且佛啊 我们更是要 最恭敬的 才对啊 虽然说我们坐在位置上 也不方便礼拜 可是我们的内心 也要升起恭敬礼拜 然后透过这个开经济 整个这个过程啊 这种庄严的气氛 让我们对法 能够升起一种恭敬心 打内心 打自内心 升起一种恭敬心 那个时候的加持力很大 不一样 好不信你再试试看 你回想一下 那不要再 不要再做错误的示范啦 你提早来 然后好好的把心静下来 包括整个前面的这个开经济的部分 你都用心去体会 真的是不一样 这个开经济 是我们这个唐朝 武则天 这个一代女皇 她本身啊 佛学素养是很高的 这首记是她写的 百千万劫难遭遇啊 既然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她有发这种心啊 可是慢慢来慢慢走 前面有时候都没听到啊 那就不像是愿解如来真实义啊 等一下搞不好 听错了 前面的没听到 后面就一文解义 哇那不是很惨 好所以呢 这是一个恭敬啊 我们要显现在我们的行为上面 那这样不是很圆满吗 有头有尾吗 不是很吉祥的事情吗 那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也是一样 要养成这个习惯 尽量有时有钟 大大小小的事情 这个就是守规矩啊 就是在慈戒啊 这个呢 我们生活当中就有很多机会可以去训练 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们都用这种恭敬心 用圆满的心态 自始至终把它完成 不管我做得好不好 我就是尽心尽力的把它完成 这个就是恭敬心 恭敬心 恭敬心不是 哦看到法师来了 哦看到什么样特殊的一个状况才立刻提起这个警觉 那这样的话没有办法转化你的这种习气 没有办法成为你内在的这种气质 应该是二六时钟从早到晚 任何事情都是这种恭敬的态度 那么你不知不觉啊 就养成你这种端正的喜气 你那个气质啊 很快就会转化 看起来啊 就真的是像善男子善女人 要这样来练习啊 这个是行门啊 我们的行门不只是念佛 这个是做人的根本基础嘛 那因为我们平常都忽略掉 没有去注意要从这边下手 所以呢借着这个机会呢 也在这里呢 也提醒大家 我们能够听到一点 我们就做一点 慢慢的呢 就会发现自己 其实懂得蛮多的 真的很懂的规矩 那么有机会你才可以 再引导一些后学啊 我们真正才像学长的样子嘛 不要学了一二十年 连基本的规矩都不懂 那即使我们啊 很慈悲 想要劝导人家来修学 可是人家看你好像底子也打不好 那对你就没有办法升起信心 那这个呢 当然啦是针对我们已经发心 皈依的弟子啦 入佛门啦 那对于初学的完全都不了解 我们当然要对他特别的包容 然后慢慢再引导他来学习 其实这个也是最基本的一个礼仪 在这里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像古代啊 人家祖师大德 禅宗的二祖 我这个最有代表性 慧可 他以前要去求法 要去求达摩祖师啊 因为他的心不安啊 修学修了很久 慧可 在还没有去见达摩之前 是一个讲经的法师 法员也很好 也很聪明 学问很好 但是因为还没有大侧大乌 只是教理明白 可是他的行门 他的境界还没有契入 所以他的心不安 老是觉得 没有得到真实的受用 没有解脱感 所以一直到达摩来了以后呢 他就呢 去求法 希望达摩呢 能够帮他安心 给他一个安心的方法 其实我们修学佛法 究竟来讲就是要安心 那他怎么去求的呢 他去的时候啊 达摩都不理他 达摩在 这个 是在这个后山 山洞里面打坐 面壁九年 所以他是要真正用功的人 他是不打闲叉的 不随便理人的 不是说看到人 不好意思不给你打个招呼 那这样他要掺那个话头 就断掉了 没有办法掺到开悟 真正修行人 他是不喜欢被人打闲叉 这样就像我们念佛也一样啊 才容易功夫成片 所以是修行人没有在跟你世界那一套应酬的 世界人见了面 没有打招好像很不好意思 可是修行人 其实也可以不用刻意去管这些礼节啊 但是你要让人家了解你在用功 不要被误会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他其实可以不用理会会渴 也是很正常的 可是呢 会渴为了要求法 他宁可就在外面等 一直等 一直等 乃至于下雪的天气啊 那个雪已经 他等很久 等到这个雪啊 已经积 已经积到这个膝盖这么高了 达摩还是故意不理他 要考验他的诚心啊 最后没办法 他达摩还是如如不动 主事就是主事 结果呢 最后会渴就把拿一把刀 把自己的手臂切断 这个叫断臂求法 这个公案 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真正要求解脱 真正要具备恭敬心 真诚心 就是要有这种 宁舍生命 也要完成 一心一意的要 来完成这件事情 可以付出一切的代价 都没有关系 这个真正是具足恭敬心啊 当然我们现在不用这样做了 我们是要了解到我们现在人的根性啊 真的比起以前的人差太远了 那 阴光大师讲啊 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嘛 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 所以为什么我们修学那么久 总感觉不得力 在生活当中 连一般的一些小事情都没有办法去辅助烦恼 没有办法去解决 用善巧用智慧去解决 原因就是 我们在修学的态度上就有问题 所以即使你听了很多法 那个法没有入到你的心 没有入到你的心 你当然就没有接受到甲持力啊 包括我们念佛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这几天啊 要特别用心来学习 怎么样来念这句佛号 怎么样用心来体会这句佛号的功德 那首先我们在听法的时候 就要先具备这个恭敬心 那恭敬心在哪落实 我刚刚就举了一个例子啦 请准时入座 尽可能啦 真的是来不及塞车 当然开车也要小心 那我们尽量的把时间安排好 提早出门 那从这里呢 我们渐渐就可以 掌握到我们的恭敬心 要怎么样去表现出来 在生活当中的小事情也是一样 生活的琐碎的事情 也都要去落实恭敬心 就是把事情啊 从头到尾做到圆满 然后尽量把它做好 不要随随便便的 那这个就有够你忙啦 生活上很多事情 都要用这种心态 来锻炼自己 养成好的习惯 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和生活的态度 这样呢 我们转化气质很快 那么无论在学什么 或者是在听法 你都会觉得 你很容易吸收 很容易得到利益 那么昨天呢 有大概和同修 讲了一些我们这次 这个法会起讲的因缘 以及呢 以及呢我本人呢也做了一个 报告性的自我介绍 也算是跟大众做一个交代 那么既然要讲了 就要把它讲圆满 所以我们现在呢 接着在后面的部分 也继续呢给大家做报告 那么这个部分呢 也特别呢 牵涉到我在学法 对我们这个净土法门 这个修学的这个体会 和转变的一个过程 这个部分呢也提出来 透过这个自我介绍的部分呢 也和大家共同分享 好 那我昨天是谈到 我们当时呢 是在香港大雨山 保林禅寺 那么受完 二不生居足界之后 连续三年呢 我还是发心回去解下安居 继续学界 学界律 那么其他的时间呢 我一样也是随缘呢 在海内外 和大家 解法园 到过大陆 到过 也在04年 03年 也曾经又回到新加坡 进中学会 也发心了一年多 所以 在海内外各处呢 也有参学了许多地方 那么也和同修 结过法园 那在那几年当中呢 我发现啊 这个每次深作奖金啊 越讲越没味道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这个可是很严重的问题 刚开始我们发心学奖金 然后毕业之后呢 当然很欢欢喜喜的嘛 跟大家呢 其实也都是 多亏是很多菩萨 也发心啊 成就我们副奖 即使讲得不好 来打瞌睡 他也是很发心 来庄园道场 所以呢 经过那一段的副奖的阶段呢 我们呢 也是很感恩 大众的成就 那当然呢 也就很发心 很努力的 来跟大家呢 交流 可是 这样子经过了几年之后啊 我发现 越讲越没味道 为什么会没味道呢 看到同修啊 打瞌睡的打瞌睡 然后无精打采的无精打采 虽然是很发心啊 来听讲 可是 我总是觉得很愧对大众啊 没有办法 给同修真正的法的利益啊 老师让大家来成就我们 台下的是老师 台上的是学生 永远要保持这个 谦虚求学的态度 当然是应该的 可是呢 总是希望呢 听众也能够得到利益啊 但是呢 确实 以过去几年的这个经验来讲 确实 不只是我啦 还有其他同学 我们看到的 好像真正能够带给 大家很大的 发喜 很大的利益的 恐怕不容易啦 大概只有我们老和上做得到 那后来我就觉得 这样子讲好像 应该是 有需要突破 可是 问题也不知道出在哪里 后来呢 我就 这个四处去参学 希望从经教上面 得到一些启发 因为我初学几年 完全都是专修净土法门 对于其他中派的这个教理 没有接触过 那我们老和上在讲解净土法门的时候 其实啊 他呢 也引用了 各宗各派的名相 比如说华言经啊 天台啦 为事啦 戒律方面啦 等等的 他都有提到 那于是我就想 不如呢 借着这个参学的机会啊 把老和上所提过的 这些其他中派的这些名相 真正把它搞懂 那么或许呢 可以帮助我们在 和大众 解法员的时候呢 能够 增加一些 这个利益 能够真正产生呢 自己 也讲的欢喜 听的人也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 所以呢 在后来这个 结下安居三年过后 回到这个新加坡 也发现了一年多 之后 我就四处 参学 回到台湾呢 曾经去佛学院 参学 那么这个佛学院啊 是台湾 也是非常著名的一所 女众 佛学院 这个院长 负责人 召会法师 她呢 非常优秀 是我们 这个比丘尼 当中的大姐大 女强人 在台湾呢 学术界是非常的 发展的 那么呢 我就也曾经到这个地方去参学 之后 又再进一步呢 又到研究所 这个台北元恒研究所 那个研究所啊 设备也是一流的 是国际级的 我们在上课的课堂是 使用的是国际水平的会议厅 那个真的是硬体设备 还有师资啊 都是最上等的 聘请了佛光山的 这个研究所的 教授 或者是华泛大学 等等这些 政府立案的 大学或研究所的教授 来教导我们 所以我在参学的那段时间呢 确实呢 姻缘也是非常好 拓展了我的眼界 那么也真正呢 学习了其他中派的这个 核心要义 但是 参学了几年 我得到了一个结论 以前啊 我们都听人家讲 哎呀 净土法门是第一 境界最高 但是我们这样听 即使你真的认同 我们师长所讲的话 可是你体会不到 那当我自己去 真正去参学过之后 真正去学习 其他中派的这个教义 核心的教义之后 确实真的是 月参啊 对我们的本宗啊 净土法门 更升起 更高的敬意 确确实实 我们净土法门的教义 这个修法是最圆满 最高的境界 但是呢 虽然明白 可是 我们自己本身 有没有办法 得到决定性的 这个 能够达到这个 圆满的境界呢 在我们这个 净土法门的修法上 还是不行 擦了半天 还是不行 我原来想 哎呀 老婆上讲过这些名相啊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通了以后 或许 可以在我们念佛法门上面 能够得到 突破 就我个人的体验 还是没有办法 后来 有一天 奇迹出现了 佛菩萨加持了 就在我 就读研究所的 期间 在研究所的课堂那边 那个课堂上 本来是不可能会出现 那本小册子 就是 善导大师的语录 就唯一的一本 好像就等待我去拿 这个册子是原来是不可能 出现在那个地方 只有唯一的一本 那我这个人啊 看到法宝 有个习惯会拿起来翻一翻 当时我一看 越翻啊 全身是抖得越厉害 发抖 非常的震动 那种感觉啊 真的是 不可思议 如果不是佛力加持 不可能有那么强大的一个反应 直觉上 感觉到说 我们净土法门的 你要能够掌握到 最核心的修法 真正要突破瓶颈 达到圆满的境界 就在这个本子里面 当然能够生起这么大的一种 这种强烈的直觉感 还有对于内容 能够相应 也是因为过去 将近十二年来 从初学 一直到那个时候 遇到的时候 将近十二年来 所打下的一些基础 所以当偶然间 看到 善导大师的 开示的内容的时候 才能够产生 这么大的一个感应 全身发抖 然后呢 心脏一直跳 一直跳 好像在打鼓一样 那种感觉 大概只有初学 初学佛法的时候 才有过那么强烈的那种反应 于是呢 我直觉 摸索了这几年 参学 想要真正 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是在这个册子里面 于是呢 我又花了几年的时间 两三年的时间 去证实 我的直觉 怎么证实呢 还是老老实实的 按部就班的 把善导思想 从他的传承 开始研究 整个教理 整个善导 这个净土思想 我们过去没有修学 没有接触过的 这个层面的净土思想 重新再学一遍 那后来因为读研究所 所以我们也要读 中国佛教史之类的 也把整个 中国 净土中的思想传承 分析 也看过 做过研究 原来我们净土法门的思想 有分三大类 十三位祖师当中 就有三种 大分 他们有归类 三大类的 不同的思想跟修法 哇 我们一直以为 就是一种修法 净土法门 就是净土法门 但是呢 其实这当中还有维系的差别 那怎么样的一个差别呢 简单讲 像出主 慧能大师 他的修法 其实不是依照 我们净土 正义经典 三经一论 或者是五经一论 都不是 他所依的是 般若经 般若三美经 依般若思想 自己修观 观想极乐世界 所以他一生 所以他一生 亲见 极乐世界 有三次 他是靠自己的力量修成 然后把这个功德 回向极乐世界 所以 学术界的划分呢 把它判为是 自立 靠自己的力量 比较偏重 是在自己的力量 那如果我们依照这个修法 我们有没有办法成就啊 在座大概没有一个人可以成就 只有我们牢上可以成就 因为牢上已经有把握了 所以我们这样来引述嘛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 比较偏重 自他二利 自他二利 自他二利就是大概是我们 一般同修的修法 一方面 断恶修善 然后一方面呢 这个奉行六波罗蜜 布施 慈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这些等等的 然后一方面 念佛 练功夫啊 练这个功夫成片 练一心不乱 希望能够临终 从正念线前 然后再把这些所有修学的功德 再回向求生极的世界 对不对 我们过去的观念是这样子嘛 那这样子 你们修学有没有把握 一半一半啊 还是心惊胆跳 对不对 一方面知道 佛力加持 要靠佛的力量 一方面 老师在想 哎呀我的功夫不知道 练成了没有 即使练成了 那以后如果 冤亲再组 现前怎么办 万一我昏迷怎么办 万一意外 你看现在灾难那么多 那怎么办 所以 我们修学了一二十年 还是没把握 我自己就有非常切身的 这种痛苦 因为在我参学几年当中啊 为什么要到佛学院 到研究所 到其他中派的这个学说里面去 找解决的办法 找突破 修学净土法门的方法 就是因为没有把握往生啊 想要希望早一点能够 确定我们的修学 能够有结果啊 要不然 下一秒钟无常一来 我们这辈子就白修啦 所以 一方面我参学 一方面 我也曾经闭关念佛 短期闭关 一次三个月 也逼了好几次 也希望 老老实实呢 念佛 练功夫 所以那个时候啊 我曾经到马来西亚 跟大家讲 原通章 我常常是讲行门方面的 也是鼓励同修 哎呀放心啦 功夫成片没问题啦 你只要好好念 真的 这个是可以 但是呢 我不敢跟同修讲 一心不乱没问题 临终正念没问题 那这样的话 即使是功夫成片 我们还是没有把握啊 那么又透过我自己 更用一点心的 真的专心的 把门关起来 有人护关 就在里面念佛 就这样的一个几次的体验之后 就算有一点点功夫成片好了 就算有那种 反正是大片小片嘛 好 这个每个人要体会 到不难 可是即使有 过后 出关以后 进入到人群当中 你会发现 会退 信心会退 你的成片 也会 那种境界 也会消失 换句话说呢 我们怎么样下功夫 这种信心 以及这种力量 还是没有办法 让我们能够 确保 往生有信心 所以我们的修法 确实还有需要 再深入研究 找出问题在哪里 总是要达到目的嘛 我们一定要对往生有把握啊 好 那我刚刚讲到 遇到善导大师 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震撼 因为他讲的内容 也就是 中国佛教史里面 所分析的 第三种思想 就是存他力 百分之百靠佛力 所以我们 净土宗十三位祖师当中 就有分为这三大类 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修法 那么深入研究之后呢 我就确定 确确实实 依照善导大师 他是我们净土宗的二祖 古德公认是 阿弥陀佛 他老人家亲自化身而来的 确确实实 依照他的思想 依照他的 注解 来修学净土法门 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是老菩萨也好 小朋友也好 程度再差的也好 都能够很快的 在当下 所谓善根福的因缘 具足的时候 你就能够 争取 决定 往生的把握 这个信心 所以呢 我们如果真正掌握到 善导思想 这个修法 那么我们呢 就能够很快的 得到净土法门 真正的利益 这个是最殊胜的利益 那为什么过去 我们都没有机会遇到呢 其实我们牢上 也常常 赞叹 善导大师 好 他常常举 提出 一句话 他说 如来 所以 心出世 为说 弥陀 本愿海 好 相信同修都不陌生啊 能够讲出这句话 这个不是普通人啊 如来 所以 心出世 为说 弥陀 本愿海 这个意思呢 是说 十方诸佛如来 他们讲经说法 一辈子 就像我们世尊 三藏十二部 这么多经典 四十九年 所讲的经 完全都是为了要 引导大家 最后 他真正的本怀 就是要 教我们念这句 阿弥陀佛 为说弥陀 本愿海 弥陀本愿 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修法 这种话 谁敢讲啊 没有一个主师敢讲 他要有把握才能讲 这个话不然就变太狂妄了 那这个说法呢 真的是非常的圆满 把我们净土法门最高妙的 我们常听说 哎呀净土法门的境界最高 那确实 从这句话当中 我们就可以得到相应 他凭什么最高 因为所有的法门 都没有超过他 所有的法门 最后都要引导 到这个地方 就像华言经 普贤菩萨 他给我们表演的 一样啊 华言经 是公认的 很完整的一部 大经 最殊胜 最圆满的一部经 可是他末后 却要 由这个普贤菩萨 带领 导规极乐 就给我们证明 这句话没有错 如来所以 心出世 为说弥陀本愿海 老上也讲过 释迦牟尼佛 怎么成佛的 就是念佛成佛的 不但普贤菩萨 等觉菩萨要成佛 都要导规极乐 就连世尊成佛 也要念佛才能成佛 所以确确实实 这个法门 是最殊胜的 那么最殊胜 我们如何得到 只要依照 散导大师的教法 我们就人人能得到 因为 我们知道 净土法门的特色是什么 简单 异形 三根普匹 万修万人去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过去修学 一点也不觉得简单 也不异形 然后每个又没有希望 可以去 那就不符合 净土法门的特色啊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原来我们没有掌握到 最核心的修法 以前那个修法不是不对 而是它不是最核心的修法 不是最标准的净土修法就对了 那过去呢 因为散导大师他的著作啊 在中国已经失传一千三百多年了 是因为中国很多次法难啊 三五一中灭佛啊 这些法难 很多法宝都流失 那么散导大师的这个五部九卷的著作啊 都传到日本 八百多年来啊 很多人因为散导大师的教导 而得到很大的利益 高人辈出 所以黄念族老居士 他在讲解净土经论 常常都引用日本法师的一些开示 那么直到近代 大概这一百年来 才开始回传到中国来 所以阴光大师呢 也很赞叹 阴光大师就说 教我们啊 要把散导大师的话 当作是阿弥陀佛亲口所讲的 那过去呢 我们一直都没有 能够有机会很完整的 来学习散导大师的思想 那这个是因缘啦 各有因缘 因为我们老和尚呢 他呢 由于这个他的这个师长 李炳南老居士 传给他无量寿经 那么嘱咐他弘扬这部无量寿经 所以老和尚的法源 他弘扬的本子 主要是以无量寿经为主 那当然呢 我们就比较没有机会 来学习到 尚导大师这个本子 那么当我遇到 这个本子的时候啊 我是自己到处去查资料啊 从哪里查呢 从源头查 源头在哪里 释迦牟尼佛就先不谈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当时讲的是小秤法 我们学的是大秤法 大秤法的始祖 要从龙素菩萨开始讲起 所以龙素菩萨呢 我们中国八宗 都尊他为 共同的开宗祖师 八宗共祖 龙素菩萨 他有这个释迦第二 的尊称 换句话说 大家都认为 他是释迦牟尼佛 入灭之后 然后又化为菩萨生 继续来 把他这个小圣法 发展成大圣法 继续发展 这个教义 继续开展开来 那么龙素菩萨 代表作是什么呢 就是在大皮菩萨论里面 的异形品 从这里开始 我们就看到了 净土法门 纯正的修法思想 百分之百 靠佛力 然后呢 接下来 是 天清菩萨 我们知道 往生论 这个是我们净土 正一三经一论当中的 论主 往生论 他的思想 也是承传龙素菩萨 再来 谈卵主 主师 这个法脉的传承 是依据思想 我们一般所知道的 十三位主师 静忠主师 不是依据思想 所以我们刚 有讲到 整个分析下来 有三大不同主流的思想 一个智力 一个是智他二力 一个是纯他力 就有三种不同的思想 所以我现在讲的这个 法脉主师的传承呢 是由思想 来讲的 他有 真的有传承的哦 我们净土思想也有传承的 龙素菩萨 天清菩萨 再来谈卵主师 怀念族老居士啊 对他很抱不平啊 说他应该把他列为是 中国的这个 净土中的主师才对 因为他 确实这个思想 是纯正的净土法门的思想 他有一部 这个著 往生论著 怀念族老居士 常常引用 非常的高深 发挥的非常的高妙 再接下来就是 道错禅师 他后来也是 钻红净土 当时他在 弘扬净土的时候呢 他的法院 非常的殊胜 就像我们老上 现在一样 哇 法院很广 那当时呢 善导大师呢 他才二十出头 自己呢 就依观 无量寿佛经 修观 三年就亲证 念佛三昧 已经可以 自由 入定 出定 可以 马上进入到 极乐世界的 定境当中 已经有这样的功夫 也不过才 二十三岁左右 但是 即使他已经 震得了念佛三昧 他的理还没有通达 你看嘛 戒定会 我们如果依自己修行 是不是要先持戒啊 然后 然后升定 之后再开会嘛 那你有定 还不一定开会啊 定是到最后的一个阶段 他当时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你修观 得定 正如念佛三昧 你还是在定的阶段 还没有到最后 波罗智慧现前 所以他当时呢 知道 道错禅师啊 非常的 这个 对他非常的景仰 他也是啊 不远千里啊 就跑去亲近 道错禅师 亲近他十年 那道错禅师的思想呢 他的代表作是安乐极 也是纯塔利思想 那善导大师亲近他 道错禅师 给他传了一个心法 他说你真正要通达净土法门 的核心的意理 你必须要三经一论合起来看 你才能够真的整个通达无碍 给他提播一下 这个好像一句话而已 说破没事情啦 好像没什么 其实这句话就是心法 祖师在传法 有时候就是一句话 甚至于就不讲话 以心应心 但是这句话是非常的得来不易的 那他能够领受 后来就依照这个方向去修学 所以净土思想 他的传承从龙树菩萨开始 慢慢慢慢慢慢一直发展 到善导大师这里集大成 所以非常圆满了 非常的丰富了 这整个系列下来 全部都是纯塔利的思想 百分之百是靠佛力 靠阿弥陀佛48愿的愿力的成就 如果是这样子 那就好办啦 靠阿弥陀佛的力量 我们个个都能够往生 那阿弥陀佛 如果靠我们自己 就会有状况啊 业障身中 靠阿弥陀佛 会不会出状况啊 佛不能出 不可能出状况 出了状况 他就不叫佛了 对不对 所以那我们这边要做的是什么 只剩下很简单啦 信愿行啊 你相信 你愿意接受 行也很简单 不是我们以往讲的 你要练到功夫层变 练到一心不乱 那就还是自他恶利咯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几天啊 就是要依据善导大师的 讲解 他呢 写了一部非常代表作 叫观金四铁书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在讲 观无量寿佛经 可是 刚刚讲过了 他的师父 道错禅师 是指导他 三经一论合起来研究的 所以说 这一部观金四铁书呢 其实他所讲的内容 也是涵盖了三经一论 的内容 所以如果我们依照 他的这部书呢 这部书啊 古德也公认叫 凯定古今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 修法跟观念 跟我们以前一般听到的不一样 所以叫凯定古今 凯就是凯正嘛 来纠正以前 一些错误的讲法 或者是说不圆满的讲法 哇这种口气 也不是普通人啊 他是阿弥陀佛老人家亲自化身来的 来把这个净土法门的教理 真正正确圆满的 把它讲出来 因为以前的祖师啊 注解我们净土经论 都是站在其他宗派的立场 你看天台智子大师 还有很多祖师大德 连那个连智大师 他的思想也自然很接近 这个三老大师 可是呢 他也非常站在三老大师 但是因为很多祖师 都是通宗通教 难免就没有完完全全 站在净土法门的立场 净土法门的角度 来理解净土法门的修法 那是不是比较容易 出一些状况 即使说没有讲错 但是也比较 没有掌握到这个核心 这个呢 在我们可能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会依据48月里面的经文 给大家 透过经文来做一个分析比对 大家就很清楚 差别在哪里 为什么我以前修得那么难 原来是根据哪个部分修 那我们现在 重新来 认识更核心 更简单 而且更容易成就的这个 三老大师的指导 他的依据是在哪里 也要有经典依据啊 这个我们就会一一的 来跟大家做说明 所以我们呢 这一次的因缘非常的殊胜 可以说 只要我们用心的来学习 很可能在当下 就能够生起决定往生的信心 就是不退转 我个人就可以给大家做证明 我来这边跟大家讲这个法 只是来做一个 这个修学报告 来给大家做见证啊 因为我从三年前 接触到之后 一路上这样一系列的研究下来 信心是一天一天的增长 可以说 当我生起决定往生的信心的时候 等那一刻开始就不对了 事实证明嘛 这三年以来 也是有一段时间做证明了 那我现在再举一个经典 给大家经文里面 做依据 就是我们的唐译本 《无量寿经》 有五个原译本嘛 有五本原译本 其中一本 唐朝翻译的那一本 第二十二品里面有一段 他说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若已生若当生 皆惜注于正定之据 决定正于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你看 他这里讲 若当生 若当生就是指我们现在啊 这些人 若已生是已经往生的人 若当生 皆惜注于正定之据 正定之据就是不退嘛 那么这一段呢 黄念族老居士 他有解释 他就引用善导大师的这个思想来解释 说这一院呢 他有一个含义 就是说明 现身不退 这个秘义 秘义就是秘密 深藏在里面的这个含义 也就是讲这个 这段经文里面讲这个 若当生 这一句话 就是在跟我们说明 在当下 只要我们能够生起信心 就能够在当下 注正定据啊 也就是注不退转 那么他这个说法呢 黄念族老居士也有指出来 他说 这个呢 就是不共之说 跟其他的祖师的讲法 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个观点呢 龙树菩萨 也有一句祭颂 也可以来做说明 在石柱 皮菩萨论里面 第九品的 异行品当中 有一段寄送 他讲 石方现在佛 以种种因缘 探彼佛功德 我今归命理 人能念是佛 无量力功德 及时入必定 事故我常念 你看哦 人能念是佛 无量力功德 即时入必定 当下 即就是立即 即时入必定 必定决定往生成佛的这个定静 也就是正定之具 这都是祖师大的 给我们讲解的 所以我们现在依据 我们这几天要依据 善导大师的这个 注解来学习 再更深一层的 这不妨碍我们过去所学的 但是我们要更深一层的提升 再来掌握这个更核心的 修法 那我们呢 很有可能在当下 就可以升起决定 有把握往生的信心 大家需不希望能够赶快得到这个信心啊 真的希望 你现在内心就要发愿哦 发愿我这几天当中 希望阿弥陀佛加持我 可以得到这种感应 契入这个境界 如果你抱着一种 我只是来听一听 看看法师讲的好不好 或是来打发时间 结结缘 如果你的内心 只有这么一点点需求 你想要的不多 那你就真的得到的很少 好 我现在要 希望你们可以先建立很好的 这个听法的心态 那你就会有感应 好 我希望我 这几天听法当中 我就要 能够 升起决定的信心 你这个念力啊 还有你的愿力一发出 阿弥陀佛就听到了 就知道了 好 很不可思议哦 你不要想说 哎呀 我夜上身重 不可能的 我想都不敢想 那真的惨了 你这个念头啊 就把自己挡住了 阿弥陀佛没办法加持进来 我们都知道啊 佛光都是普照死法界的嘛 那为什么平常我们都照不到 就是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啊 自己障碍住自己 不相信自己当下就能够决定有把握 这身可以成佛 小心小亮啊 不敢承担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经典的学习 帮助大家升起信心 那么这个信心呢 因为有了具体的经典 特别是由48愿当中 阿弥陀佛亲自 为我们所发愿的这个内容 我们来学习 我们来深入去体会 这个信心就 真的非常的坚定 你会发现 哦原来我能够有把握往生 是依据这个道理啊 那我当然能够往生成佛啦 那是想当然必定的 那因为我们现在不了解这个理论 道理和依据 你当然想都不敢想 你想到了只是说 哎呀我业障深重啊 怎么可能啊 我功夫还没有练好啊 好这个都是观念 没有掌握的很正确 还有心态 小心小亮 所以调整心态是不是很重要啊 好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先做好的 这个前行功夫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学习这个 第一院跟第二院 可是因为现在时间也快到了 好那我们原来是有预计 是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给大家提问问题 那先暂停 如果是大家有问题 就先回答 好那如果没有呢 我们就继续来学习经文 好那大家有没有问题要提问 或者是要写纸条也是可以 好有没有问题要提问 大家都很客气哦 那没有关系 等一下如果有问题可以举手 那我们就把握时间继续再听讲 因为大家好像兴致勃勃 希望赶快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是吧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 那因为之前呢是我们这个筹办人 他也是希望能够很直接的帮助大家解决一些现前的问题 所以特别呢我们会有播出一些时间 所以如果大家随时有问题可以举手没关系 那我们先念一段这个四十八愿的愿文 法藏白言 唯愿世尊大词听察 我若正德 无上菩提 成正觉矣 所居佛刹 具足无量 不可思议 功德庄严 无有地狱恶鬼 情受 愿非软动之类 所有一切众生 以及厌魔罗戒 三恶道中 来生我诧 受我法化 吸尘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不负更多恶趣 得誓愿乃作佛 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 好到这里是 里面有包含两愿 第一愿国无恶道愿 以及第二愿不堕恶趣愿 这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要学习的这两愿呢 我们是先希望呢 能够透过 这个体会阿弥陀佛的心情 从这个体会佛心的角度 我们先来跟阿弥陀佛拉近距离 拉近距离你就能够容易产生感应 产生共鸣 对他生起信心 好 一般呢我们过去啊 看到这两愿啊 就有没有特别的感觉啊 其实哦 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一点点感觉 好自己有一点 过去呢 听老师上讲法 或者是听我们法师们讲法 这个解释这两愿的时候 即使有一点点体会 你还是要不断的 不断的去熏习 不断的去加深 透过这两愿的一种熏修呢 再跟阿弥陀佛的心 不断的连结 拉得更近 最好就直接跟他合为一体 哇那你真的就是 就像禅宗讲的大侧大物啦 教下讲的大开圆解啊 整个完完全全了解 阿弥陀佛的心在想什么 不过这个很难 靠我们自己是很难 可是我们只要有这个心啊 佛力会加持 我们透过每天的念佛 透过常常用心的去 想要更深入去体会 这些愿文的意思呢 我们真的可以一天比一天 愿能够感受到 阿弥陀佛的心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两愿呢 显示出阿弥陀佛 什么样的心呢 超圣诸佛的大悲心 通常我们看到过去印象中 一般的同修啦 不会特别留意这两愿 看不出他内在真正的深意啊 所以你就得不到这两愿的加持 一般同修都会想 哎呀反正哦 十方诸佛国土里面啊 只要是佛国土 一定都没有伤恶到的嘛 所以这个也没有很特别啊 而且我们又不是伤恶到的众生 通常跟我们没关系的 我们都不会特别去注意 对不对 真的是都这样忽略的 轻轻的 就是 很这个轻忽的 带过 事实上这两愿也等于是在跟我们讲的 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伤恶到啊 有 贪心是不是恶鬼到啊 有没有人不贪心啊 哎呀 表面是个人 内心是个恶鬼啊 很多哦 畜生到也有啊 那些不不辞戒的嘛 结了婚还在外面交女朋友啊 啊 这些人啊 那他的这个道德观啊 行为就跟出生到没有什么两样啊 好 在座的没有啦 我没有我不是骂你们 我是就事论事啊 那地狱道的 我们去看 医院里的急诊室 一下把你这里割一刀 把这个手切掉脚切掉 怕你癌症扩散 这里切一块那里切一块 有时候心脏要打开 那跟地狱道有什么差别 受尽折磨苦痛啊 所以其实这两院所指的对象 并不是只是单单 好 我们过去概念中的那个三二道 其实他真正的含义是 包含了最苦的六道众生 通通都算 那么这两院就是为我们所发的 那为什么会放在第一院第二院呢 这个经典我们要解读他哦 有很多角度 从他经文的顺序 都有他表法的意思 最先发这两院 最先为我们发 正说明什么 阿弥陀佛对我们啊 是最爱护的 这个法门也是 这四十八院 也最主要是为了要救度我们 四十八院当中 只有五院是为菩萨发的 摆在最后面 四十三院都是为四方众生 特别是最苦的众生 摆在最前面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证明 就可以去体会到 阿弥陀佛跟我们的关系 我们呢就像是他生病的孩子 通常啊父母亲啊对子女都是平等的嘛 更何况佛菩萨应该是平等心 可是 那是通常的情况 假如说你的子女生病了 你会不会特别的替他忧心啊 或是这个小孩特别坏 一天到晚要出去外面惹是生非 你会不会很操心啊 想要想尽办法 赶快先把他教好嘛 这种心情啊就像 父母的心一样啊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所以阿弥陀佛跟我们的关系 其实是非常的密切的 我们应该去体会他 对我们这份关爱 这份焦急的心情 而且十方诸佛当中 诸佛国土为什么没有三个道 是因为诸佛国土啊 那些其他诸佛菩萨的这个国土啊 三个道中是没有办法去啊 所以当然没有啊 你要自己修啊 修到你心清静了 然后自然往生到佛国土嘛 可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不是哦 他是其他诸佛所不能够 直接救度的阿弥陀佛通通包了 没有一个众生他舍弃 他直接救度 包括最苦的众生 不但通通要救度 而且最先救度 直接救到极乐世界去 救到极乐世界去之后 还马上让他成佛 这种殊胜的利益啊 这种这么大的恩德啊 如果我们没有阿弥陀佛 为我们发这两愿 为我们发这些愿 我们真的死定啦 我们欠阿弥陀佛的恩情是超过其他诸佛菩萨的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阿弥陀佛跟其他的佛不一样 其他的佛呢 通常佛像都是坐着 为什么都是坐着 这也有表法的意思 坐着表示 师道的尊贵 只闻来学 不闻网交 你要主动有恭敬心来求法 这样教你呢 你才能够得利益啊 如果老是主动 连佛也主动去教你 那你对佛都不恭敬了 那你以后也别学了 你不可能得到利益 所以佛要度众生 一定要变化成菩萨 菩萨就是我们的同餐道友 地位就平等了 他就可以主动去帮你 做不请自幼 可是很奇怪 只有阿弥陀佛 他是站相 站着 而且他的手 已经伸好了 伸出来随时准备 要救度我们 这个表法呢 就是表示什么 阿弥陀佛啊 他是随时随地 非常担忧的 非常着急的 一刻也不愿意耽误 就好像我们都是溺水的人 已经在苦海当中沉沦 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姿态 这样的心情 要等待救度我们 各位有没有感受过 阿弥陀佛这种心情 如果有一点点的话 你就会觉得 我们啊 真的很幸福啊 我们不是那么孤单的人啊 真的十方诸佛 很多其他 这个佛国土的诸佛菩萨 他们都不愿意来 我们这个世间呢 我们这个世间叫做五浊二世啊 就连天人啊 从天上经过 他都要捏着鼻子走 嫌我们臭啊 真的我们是身上真的是 不是很好闻啊 你三天不洗澡看看 马上可以做证明 就像那个猪圈里面的猪 没有两样 天人看我们就像我们看猪一样 我们愿意去猪圈吗 不愿意去 所以四尊就形容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啊 就像是生活在那个粪坑里面啊 整天跟那些大便啊 生活在一起的人 我们本身也是污秽的嘛 我们的生活环境也是污秽的嘛 但是呢 我们自己呢 反正也习惯了 从来也没想到要爬出这个粪坑啊 有没有想过啊 那是我们特别有善根的人 遇到净土法门 一般社会人士 你就跟他看看 他们每天在忙什么 想要追求的是什么 根本没有想要出离这个苦难的世间啊 没有想要解脱啊 那阿弥陀佛 他就像什么 他发这些愿啊 又伸着手 随时随地准备要来救度我们 就像什么 就像啊 伸自己呢 伸就是伸出一只手 他连手套都来不及戴啊 急急忙忙啊 赶快要伸到这个粪坑里面 把我们捞起来啊 一点也不嫌弃我们啊 比我们的父母亲啊 跟我们的关系还亲啊 他那种心情是很焦急的 我曾经有看过 不晓得是在哪里的一个塑像 观音菩萨的像 他在流泪 那个流泪不是人为的 是感应 真的流出眼泪来 诸佛菩萨就是这样 特别阿弥陀佛 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就是这样 看到我们 这些他的子女啊 整天在受苦 不知道要出离 他 随时随地都是这种情绪的 既焦急又心疼 又难过 我们真的可以体会到几分 特别是当我们啊 真正很用心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 知道他正在受苦 我们无条件的 只要有缘 我们尽心尽力地帮他 可是呢 众生啊 如果善根福德不具足啊 你跟他讲他也不能接受啊 他明明在受苦 但是他也不能接受 你对他的帮助 他不相信 他不信念佛求佛 就能够解决 就能够让你得到安心 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五 真正能够彻底解决一切的 因缘 一切的苦难 不相信 那你遇到 人家不相信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是什么 真的替他很难过啊 我们人 况且都能够有这种 慈悲心 怜悯心 更何况是 大慈大悲的佛 阿弥陀佛 所以如果我们从 能够从这两院当中 稍微去体会到 阿弥陀佛他的心情 那么以后我们再学习 净土法门的修法 无论是天文教理 乃至于我们念这句佛号 我们跟阿弥陀佛的感觉 是不是很亲近啊 我们对他很熟悉 而且很感动 很感恩 知道他是随时随地 在我们身边守候 这么焦急的关爱我们 原来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很孤独的人 在这个世间有的苦难 连父母亲都帮不了忙 甚至于感觉到人情淡薄 但是当我们知道 原来有阿弥陀佛 这样用心的在一旁守候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会受到很大的感动 很大的转变 那么以后在念佛 在听经的时候 就特别容易有感应 所以从这个方面 来入门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凡夫众生啊 通常只想到自己啊 对不对 从早到晚只想到自己 即使修学念佛法门 整天也在想 哎呀我念佛 功夫成片没有 我念佛 我已经能够这个 帮我这个招来财富 还是说 能够让我消灾免难 整天只是在看的 想要赶快得到结果 看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对不对 从一初学开始 就希望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当然我们修学一定要得到好处 我们才会去做这个事情 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法的利益 首先你要先放下我这个观念 要先站在阿弥陀佛的立场 你先去认识阿弥陀佛 体会阿弥陀佛的心 那么他要给我们的这个加持 他为我们所发的这些愿 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啊 真正体会的话 我们自然就能够得到感应 得到利益啊 要用这样的方法 才真正有办法感应 方法要正确方向要正确 所以我们真的啊 这个前不久 我在一个学会讲 那个会长的儿子很聪明才六岁 他呢 因为学会常常有法师去奖金 所以他呢 也是很有善根 也发愿要求生级的世界 我每次看到他 我也会跟他谈几句 那么这一次去的时候 他的妈妈跟我说 这个小孩啊 又问他一个问题 经常问一大堆问题 因为我很聪明 那这次的问 问他这个阿弥陀佛 到底是 什么样的一个人啊 小孩子嘛 不懂啊 就以我们人的思维 来看待阿弥陀佛 其实这个问题以前 他就常常问 每次有法师来他就问 那么他的母亲啊 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说以前的法师 都跟他回答说 阿弥陀佛就是 无量光无量寿啊 好就这样子解释 像我们平常所理解的 可是小孩子这样子听 恐怕没有太大的作用 一定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求知欲 所以他每次都要再问一次 那这次他妈妈就来问我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不用回答他 你反问他 你觉得阿弥陀佛是 什么样的一个人啊 你不是要去极乐世界吗 那你也常常 有时候会听经啊 那你觉得他是 什么样的一个人啊 你引导他 用心 好好去认识阿弥陀佛 只有这样子引导他 那么他内心的体会 才是真正他的境界啊 如果我们跟他讲无量光无量寿 或者是我们跟他讲 阿弥陀佛多厉害啊 多有智慧啊 怎样怎样 你讲的再好也是你的境界 不是他的境界 所以他听完以后就忘记 小孩子忘了很快了 对不对 大人都也是一样啊 这边听那边出啊 肯定是不深刻的 所以我说你不要回答他 你不断的访问他 引起他的 引导他思维啊 我们可以做引导的工作 那这样子他没想到 阿弥陀佛的一个特点 马上就落入 内心当中 这个就是他对阿弥陀佛的一种 关系真正建立了 所以当我 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真的打心里面觉得 我们大人都不如这个小孩啊 人家我们也发愿 他也发愿 他就会一天到晚去想着 阿弥陀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有没有想过阿弥陀佛到底是 怎么样的一尊佛啊 在座的各位 大概 常常去想到这个问题的人 应该是不多 如果常常去想 那你肯定跟阿弥陀佛的关系很密切 很熟悉 比你的另外一半还熟悉 比你的另外一半还熟悉 如果能够超过你跟你另外一半的关系 你跟他怎么可能不敢硬道交呢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相应的一个管道哦 那你看我们从这两院 就可以去体会到阿弥陀佛的悲心 从其他的院 也可以去体会到阿弥陀佛的智慧 阿弥陀佛的善巧 阿弥陀佛接应我们的方法 种种种种的 48院 院院都是在帮助我们 真正去认识阿弥陀佛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尊佛 所以我们每听一遍 就是在加深我们跟阿弥陀佛的感应啊 那么 这两院的重点 就是启发 我们对阿弥陀佛的悲心 这方面的认识 那么透过其他的院 我们就方方面面 都能够更 了解的时候 我们就在 某一个当下 就能够生起 决定 这个往生 有把握的这个信心 为什么 也就说明 你对阿弥陀佛的信心 已经十足了 就在你对阿弥陀佛的信心 百分之百不怀疑的时候 你也很清楚 他是用什么方式 让我们真的 只要愿意就可以往生 那你当然不会怀疑啦 其实越有善根的啊 越简单 像老菩萨跟他讲 老菩萨喔 我跟你说喔 世宏有一个 玉陀世界 有一个阿弥陀佛 他呢很足备的 带我们法院 你只要如果 愿意 上头 求阿弥陀佛 来接他我们去 玉陀世界 做佛 那这样时间到 他就随 带我们去 这样我们就不用说 会奉行去 他对去 会死去 不 我们不会死 我们会随奉行去 玉陀世界 无量的受命 这都是阿弥陀佛 给我们加持的 老菩萨只要听到这个 马上就相信啊 所以我们邦加临终 开始也是一样 你遇到有善根的 你只要简单 恶要跟他讲 特别是临终的人 他也没有的选择了 所以你只要会讲 几句话 就可以送一尊佛耶 成佛耶 透过阿弥陀佛的愿力啊 我们只要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圆啊 只要我们 帮忙着介绍这个法门 让人家知道 有这个方法 就可以在一生当中成佛 他也不用修 我们也不用劝半天 就这么简单啊 你只要掌握到要点 所以这个是善根深厚的 如果说像我们啊 哎呀 善根要比较差一点 那就好好 学习四十八愿的愿问 透过每一愿 就更加深 我们对阿弥陀佛的认识 那么透过对阿弥陀佛的认识 我们就能够更生起 决定往生的信心 所以我们从这里 这个 这两愿的学习 我们就可以 真正体会到 学习四十八愿有多么重要 它确实可以让我们 掌握到 善导大师所要 这个教导我们的 只要百分之百依靠佛力 只要我们真正能够 升起信心 发愿依靠佛力 这个法门 你就可以圆满 而且是当下 就能够确定 你当下能确定 那你整个人就不一样啦 脱胎换骨啦 往后的生活 就自在解脱啦 就像极乐世界的人一样 那么你的戒 不用一条一条的词 你马上就会 不会 不再 会想要去造恶 心性转换了 整个人啊 由内而外 脱胎换骨 很多事情啊 平常 老是跟人家 出处计较 那么计较 多了 当然就生烦恼 那么这个时候呢 自然你也不会 想要再去计较 反正我都要去做佛了 我还跟你计较这些 五块十块一百块 一些芝麻小事情 物质也好 人世的一些 种种 你自自然然 你会看淡 因为你已经得到最好的 所以 我们只要 透过三老大师 这个引导 我们直接从 阿弥陀佛这边 他愿力的加持 这个方面 来 学习如何真正生起 深信切愿 来接受 阿弥陀佛的救度 来接受 他无条件 要送给我们的 无量的功德 我们只要 从这个角度 来学习 很快 你就可以得到 阿弥陀佛 他用 无量节时间 为我们 修基的佛果 这多快啊 真正的是 静中静又静啊 捷静啊 不用再靠自己 我要一天到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那边 练功夫 而且事实上 你从这个方面 真正契入以后 升起信心以后 你整个人 法喜充满 然后你会觉得 你跟阿弥陀佛很亲近 所以你更喜欢念佛 这个是必然的转变 以后念佛没有压力啊 我不是练功夫啊 我是为了感恩 为了喜欢念 为了希望跟阿弥陀佛交流 你自然人家叫你 不要念太大声啊 吵到人啊 你都还好吧 那我巧声念 或者是默念 我还是舍不得放下 这个佛号 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 以这种心情来念佛 我跟你讲 就像你 就算你不想念 正得念佛三昧 都很难耶 在唐朝的时候 善导大师所指导的念佛人 很多 不要说出家众 整个 身心投入修行的 在家居士 很多 三年就证的念佛三昧 这是然然欢喜成就的 所以我们依这个法来修 不但能够很快的 升起信心 而且当下法喜充满 整个人脱胎换骨 而且呢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 帮助别人 怎么样帮助别人呢 我自己有信心 我自然这种信心 可以散发给周围的人 你也很容易 影响到别人 也升起信心 再来就是说 我还可以发愿 反正我就自然会 喜欢念佛 所以 将来我还可以 站着走 坐着走 欲知实至 乃至于念佛三昧 每个人都做得到 如果我们依照这个正确的方法 心态跟方法 依照山导大师的 给我们的指点 每个人都做得到 所以修学的方法很重要啊 我们现在有机会遇到了 一定要好好把握 不要错过 每一次听法的机会 因为每个人契入的 这个缘不同 有的人可能从第十八愿契入 有的人可能从第十三愿契入 这些都是很关键的愿 所以我们每一愿 都要用这种心情 随时准备 所以就在那当下 我们就要跟阿弥陀佛 合而为一 感应道交 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 然后呢 明天呢 也希望能够提早入座 早一点提早五分钟静下来 心里开始先念佛 最好一路就念佛过来 这样阿弥陀佛知道我们求法的心啊 他一定会给我们很大的加持 这是我们自然感得的啊 我们有修这个因就有那个果 自然就有感应 好 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 阿弥陀佛